好,那我們現在繼續往下面看,來看一下第四題 講到一些讀書的習慣 然後呢,這一篇文章,我覺得各位你們除了看它的內容之外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稍微去 觀摩一下人家寫文章的一種寫作方式 各位你們看一下,第一句 讀書以過目呈頌為能,罪不忌事 這個忌呢,是幫助的意思 所以最不忌事就是最沒用,最沒幫助的 所以讀書以過目呈頌為能,是最沒用的 各位,過目呈頌你們覺得好不好 我相信在你們現在這個階段,你們應該很希望具備這個能力 我看過去就能背起來 等於說你有完整那種複製能力 看完這段文字可以完全複製下來 看完就背下來 但是我們作者認為 你這樣子讀書是最沒用的 所以你看第一句就講了結論 第一句就把自己的結論講出來了 你讀書不能這樣讀 你擁有超強的記憶能力 看一遍就背下來 你就不需要再看第二遍 所以他認為這是最沒幫助的 明白了提出自己的立場跟看法 那這個叫做開門見山 開門見山 很多的論說文第一段會直接這麼處理 我在第一段就把主旨給點出來 我真正的想法我的立場 明白的在第一段第一句就表達出來 這叫開門見山法 也就是一種最直接的切入重點 也不囉嗦不多泥帶水 第一句就直接切重點 所以第一句他的結論 然後底下再開始延伸說明 所以我們眼中寥寥 心下沖沖 方寸無多 往來硬皆不暇 如看場中美色 一眼即過 與我何干也 他還做了比方 所以你看過去就記得你不需要看第二次 等於說沖沖看過去 就好像在場很多美女 每個都看過 但每個都不是我的 與我何干 所以代表說你讀的就不夠深刻 你看一次就背起來 你不會再看第二次 你就不會深入思考 你的閱讀就不夠深刻 他認為這樣子是最沒用的 所以簡單的說 你讀書不能夠只讀一次 也不是把它背下來就好 要把那些內容反覆的思考 你才能夠越探索 越有收穫 所以看一遍就背起來 你不需要看第二遍 你就不會再思考第二遍 這樣就沒有用 好 那麼底下開始舉例 就好像孔子 所謂古代讀書人偶像就是孔子 所以舉什麼例子都講孔子 孔子這個人也很奇妙 他最喜歡別人誇獎他用功讀書 所以你們看嘛 先古以來 過目成仲就是擁有這種超強記憶能力的人 有誰比得過孔子 沒有 孔子是聖賢 沒有人比他厲害 但是孔子讀《易經》讀到 維編三絕 各位有沒有一個成語典故 這個字念維 要讀第二遍嗎 維 那這個維呢 你們到時候考試 可能會按照一般常見的解釋 告訴你這個維是熟牛皮 熟的牛皮 然後用這個牛皮當作皮繩 去綁竹繭 可以看古代竹繭是這樣子 一根一根竹子 各位你們那個數學好不好 不是我們有分精度跟緯度嗎 各位精是這樣還是這樣 金是這樣還是這樣 這是 這是地理還是數學我不知道 金是這樣還是這樣 金是這樣吧 啊橫的是尾對不對 橫的是尾 所以這樣叫金 這樣叫尾 然後呢這個 所以我們如果一根一根竹子 然後我們中間用 橫的繩子 把它綁起來 這就構成古代最常見的書籍 就是一個竹繭的形式 各位這個字就是 赤 赤 赤就是書嘛 古代的書 那所以這個維邊應該指的就是這種綁竹繭的繩子 綁竹繭的繩子 然後這個三 這個虛數 代表多次 代表多次 那這個絕就是斷掉 所以孔子在讀《易經》讀到維邊三絕 那個時候的書都是竹繭 所以各位因為 反覆的翻閱 讀得很勤勞 所以那個書就一直翻一直翻翻到破爛 連綁這個竹繭的繩子都斷了很多次 那代表說他經常不斷在翻閱這個書籍 然後把這個書籍都磨損 這就代表孔子讀書之勤勞 這維邊三絕是個成語典故 那像比如說這個字的注音 然後像這個字三代表虛數 都常常會考 然後那個絕是斷的意思 不過這應該也很合理的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維當作牛皮一定不合理 各位你們覺得是竹子貴還是牛皮貴 肯定牛皮貴啊 竹子多麼低廉啊 才會成為古代最常見的這個書籍工具 那所以有可能說 這個竹繭本身是很便宜的東西 然後我用那種很貴的不得了的繩子去綁它 不合理嗎 不合理 而且從歷史上我們考古所得 也沒有看到竹繭是用牛皮繩去綁 多半都是麻繩 多半都是麻繩 所以這個維邊三絕其實現在啊 我們這個考古學界或者文字學界呢 應該都已經不認為它是熟牛皮 這個維應該是我剛剛問各位 精度跟維度的問題 這個維應該是這個字 它是橫的 橫的 竹繭是直的 所以綁的繩子是橫線 是橫線 應該這樣理解才合理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是一個典故 代表孔子讀書非常勤勞 那所以各位你看 就我們常講的 比你厲害的人還比你用功 所以孔子是那種 過目不忘的超人 可是他讀書還是讀很多遍 反覆一再閱讀把書都翻爛掉 所以不知翻越過幾千百遍來 所以即便像孔子這種過目不忘的人 他讀書也不會只讀一次 把它背下來就算 他反覆幾千幾萬遍的閱讀 所以每次讀下來那裡面的唯言經意 越探越粗 越言越入 就會不知所窮 我越是深入思考 越是深入專研 就從這裡面獲得越多收穫 所以像孔子這麼聰明的人 也不會只把書讀一遍 他都是反覆讀好幾千遍 所以開始舉例了 而且各位這是一個正向的例子 然後接著再舉第二個例子 所以雖然說像孔子這麼聰明 他也不會不用功 再舉第二個例子 蘇東坡 蘇東坡也很聰明 這種人都非常人也 各位你看吧 從他爸爸開始考科學 他爸爸一直沒考上 到後來兩兄弟長大了 大約到18歲到20歲左右 就跟各位這個年紀差不多 爸爸跟兒子一起去考 兩個兒子上了爸爸又沒上 蘇東坡書冊書士書巡這樣子 他老爸的考運比較差 所以蘇東坡這種算年少得志 所以很年輕就考上國家考試 要當公務員 只不過後來你們都曉得 他比較衰一點 就是中國的貶官之王 貶到海南島去 這也沒有第二個人像他這麼衰的 但是各位你看 他確實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所以即便像東坡 他讀書也不用兩遍 他也不用兩遍 他讀書也是讀一遍就記起來 不過呢他在漢林 這個漢林是古代的漢林院 相當於古代的國家圖書館 你古代只要你是公務員的身份 你就可以有這個資格到國家圖書館去借閱裡面的藏書 所以他在漢林院讀到 杜牧的阿房功夫這篇文章 讀到四股 各位四股是幾點 對不對 各位知道古代會有一種就是打驚人對不對 天干物照小心火燭三驚天 這個 周星子店有出現過嗎 打驚人來福 這個 晚上要敲鑼打鼓 報時間 那這個我們 時間一到會打這個金鼓 所以四股就是金 那這個各位你們簡單去記就可以推算 往前面就是三驚 所以這個三跟四這應該是十數 十數 三驚就是半夜 所以這個成語是固定的 三驚半夜 三驚就半夜 也就是 紫時 所以古代的半夜會叫紫夜 各位你們知道幾點到幾點嗎 晚上的11點到隔天凌晨的1點對不對 所以各位有沒有感覺這是一個幻日的感覺 這一天的最後一個小時到隔天的第1個小時 它剛好就是一個幻日點 那古人對這種幻日的時間點會有很多想像 幻日就是一種 陰陽的交換 懂嗎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會有一些 不屬於我們這個空間的東西會出現 所以古代這種子夜就是鬼要出來的時候 所以在古代鬼故事十篇有六篇 七八篇 這個時候就是鬼要出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鬼估計還在休息 我們這個時候人都很清醒 出來嚇不到人 所以它是11點到凌晨的1點 在往下面一個時程就是到4今天的時候 就是1點到3點 各位這已經是 很深夜了 很深夜 所以你們看蘇東坡這裡只能夠說 他非常的沒有同理心 我作為一個公務員 我有資格來國家圖書館借書來看 我給人家讀到半夜3點 正常人家幾點下班 5點下班 但因為有一個讀者在裡面讀書不肯走 那個負責守門的那個人就不能下班了 對 那不是很衰嗎 對 我就希望蘇東坡不要來 對不對 他來了我就到半夜3點都下不了班 所以要讀到半夜3點 在旁邊負責 管理的老官員 很痛苦 對 因為我要陪著他 我又不想念書 我要陪著他撐到這個時候還不能下班 對不對 但蘇東坡讀到 傻然不倦 讀到津津有味 他讀到不想回家 我要是那個老力我就想殺了他 你趕快回去我想回家睡覺 古人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你大概晚上8點睡覺算很晚了 8 9點是你睡覺的時候 這時候估計就躺平了 你讀到半夜3點不回家 結果呢 哪裡會因為 一過即旺 即即 遂了其事嗎 所以這兩個例子 是不是一樣類似的概念 所以我們先講的結論是 書不能只讀一遍 你讀一遍把它背下來就算了 這是最沒用的 底下開始舉 孔子跟蘇東坡為例 這兩個人都很聰明 都過目不忘 但他們書也都是一讀再讀 一讀再讀 那接著開始舉反面例子 有沒有 底下舉的這些人像 於世南 張衰洋 張芳平 這些人 平生 書不再讀 他們就是書只讀一遍那一種 再就是 第二次 所以這些人也都很聰明 書看一遍就記得 他們就不會讀第二遍 結果到現在都沒有好文章出現 所以這些人就寫不出好文章 因為你對於書沒有深刻的體會跟思考 你就是讀一遍讀史書背下來就算了 所以這些人寫不出好文章 所以先舉了正面例子 再舉了負面例子 最底下呢 繼續講 而且 過則成誦 又無所不誦 就是一個漏息 你什麼都背 然後什麼都 全部記下來 這沒有用 底下再繼續講 底下這幾行字 各位可以用一個成語概括 這叫 博觀約曲 你把它寫在旁邊 我們要先呢 把這個 分母擴大 把分母擴大 博觀約曲 也就是我先廣泛的瀏覽 再從這裡面去找出金藥之處 深入研究 所以一本書不需要每句都背下來 你要挑嘛 這一本書裡面挑重要的章節來詳讀 那 重要章節再挑重要的句子來詳讀 所以你要精挑細選 不是 每個句子都背下來 這樣是很智障的方法 所以各位你們看 底下 例如說 史記 史記一共有130篇文章 各位你們拿背的完 拿背的完 背不完 總共130篇 其中呢我們作者 鄭板橋認為 項羽本記為最 就最精彩 所以史記也不是每篇都很精彩 像項羽本記是最精彩 我們就要精挑細選 所以就在讀項羽本記要尤其詳細的讀 而且項羽本記當中有這三個段落最精彩 首先是巨鹿之戰 他寫出項羽以寡擊中的勇猛 中國歷史上那種孔無有力的武將 他也算是數一數二的 項羽本人應該長得跟館長差不多吧 就那一種標形大漢那一種 各位他在古代立刻扛頂 那個頂都兩百多公斤就把它舉起來 就那種舉重選手的身材 絕對不是長得很 斯文很帥的那一種 你找那個什麼和論東去演他應該都不太像 你找館長去演他最像 所以這個巨鹿之戰 還有鴻門燕 各位就是課文 寫出他的優柔寡斷 富人之人 所以暴露出一些 之所以失敗的一些 人格缺陷 最後寫到 該下之為 最後要在烏江治文 那種英雄陌路的悲哀 所以 整個項羽本地 就這三段最精彩 所以要把這些精挑細選出來 反覆的閱讀 你會覺得可歌可泣 所以就要挑到最精彩的地方來詳讀 這樣才是有效率的讀書方法 所以如果你每篇都讀每個字都背 就是一個鈍漢 這是智障的意思 這樣就是你沒有在挑選 所以你要精讀 好那整段文字大概是這樣子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發現人家的結構非常的完美 先開宗明義的點破阻止 再舉正面例子 再舉反面例子 最後再告訴你真正正確的方法 對吧 這整個歸結起來 所以人家文章是有架構的 其實各位你要永遠把架構這兩個字放在心中 這樣子你們在寫作文 才容易拿到比較高的分數 我跟你們說 我在這邊上警專的課應該 可能有十年 所以我開始教警專的課程大概有十年 這十年當中我覺得同學們的程度落差不大 但是我在改大家的作文 總會有一種很深刻的感覺就是 有蠻多同學 你不是在寫作文 你在聊天 你在聊天 所以我今天問你一個問題 你看看一看 叫我寫個旅人的眼睛 我要寫一個旅遊經驗 所以就開始回顧我過去比較印象深刻的旅遊經驗 大家都去寫那個什麼 自助旅行 不然就環島 不然就寫那個什麼國中的畢業旅行 大家都最喜歡寫這個 就是我們在國中階段 最後一次跟同學們一起出去玩 那景點我都已經忘記了 印象最深刻就晚上在飯店裡面 大家在那邊聊天幹嘛 在那邊完成一片 然後結果 你的結論心得就是 很感動啊 很懷念 然後沒了 所以我會改了一大堆 一模一樣的文章 都是國中畢業旅行 不管都是哪邊自助旅行 這樣子 所以各位聽懂了嗎 你就是 我手寫我口 我們就是想到什麼 寫什麼 等於說我看完這個題目好像要我寫什麼東西 你把你腦袋裡面想講的話 就寫在考卷上 所以你很像在聊天 你不像在寫作 就是 該講的好像都講了 我旅遊經驗也講了 我的感想心得也寫了 好像該寫的都寫了 但就是 沒有文章的分段概念 所以 各位應該是在 動筆寫下去之前 我們先確定 我第一段要幹嘛 第二段要幹嘛 把這東西稍微先切割一下 然後寫在考卷上 一段有一個重點 不要讓你的分段只是因為篇幅來分段 好像五行六行 夠一段就分開 這樣子是不對的 你要讓人家看到說 這一段的主旨是什麼 這個切割清楚 會跟很多考卷 看起來就不一樣 這有時候就是落差 我們考試就是一個比較 在同一堆考生裡面去 篩選出高低好壞 所以要把那個落差做出來 那很多人就是 反正 他也不準備了 就憑實力 對自己的實力其實是有些誤解的 但是 只要稍微去做出一點區隔 在考試當中都會比較佔優勢 你們既然來這邊聽課 了解這個狀況 我們就應該確實去執行它 做起來不會很困難 就是一個習慣而已 那我們往後有機會再慢慢跟各位談 但你們看人家 即便這個文字因為是文言文 所以我們沒有把它分開段落 但是 上下文的結構脈絡是蠻清楚的 先破題 然後再舉例 正反 然後再講出結論 所以這個結構是蠻清晰的 我覺得這個各位可以去 稍微觀摩學習一下 那再來範例五呢 各位你們看一看 有沒有覺得很似曾相似這種樣子 往前面算兩三屆你的做文題都長這樣 加一兩篇文章給你比較 對不對 要嘛挑出共同點 要嘛 要嘛就是比較差異 所以這邊提到了一個我們台灣知名的物產叫 檳榔 老哥有吃過嗎 你們年紀應該不應該吃 我承認我有吃過 但是 不好吃 所以我並沒有成癮 就 吃過五六次吧 都在一些偶然的場合 別人請我吃 你拒絕也好像也不太禮貌 那就是咬了一顆 試試看這樣 但是 通常都覺得 不是很好的結果 平常沒有在吃的人 咬會像醉酒一樣 會有那種暈暈的感覺 然後那個味道也確實有點嗆 然後嘴巴也紅紅的 真的不好看 喔 不過這個 確實啊 反正不管怎麼樣 這個植物 那在古代物以稀為貴 所以各位你們能夠想到的這些文人其實都吃過 柳松原啊 蘇東坡啊 韓芋啊 這些人 他們其實都有吃過 當中像柳松原呢 應該還有成癮的問題 他後來不是被扁到永州那邊嗎 那邊有 第四題的答案沒有講 抱歉 看到檳榔太開心了 我回到上面來喔 各位我們這個 第一個 孔子讀《易經》 維編三絕為例 說明孔子讀書有過目成頌的本領 各位這個你們會打過來打X X 他的重點不是孔子有這個本領 而是孔子即便過目成頌 也不會把書只讀一遍 所以這應該打X 然後以書士讀阿房功夫為例 說明在夜蘭仁靜時候更能夠 領會讀書的礦位 各位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他讀到人家下不了班耶 不是 所以這句話意思是說 你要在夜深人靜去讀書才有味道 他意思不是這樣 而是 蘇東坡讀到 三今半夜都樂此不疲 這也是錯誤的敘述 底下 孔子跟書士為例 說明讀書跪在 鑽研不屑 而非迅速瀏覽 這應該打勾 這是對的 所以這兩個人都是 過目不忘的天才 但是讀書都是百讀不厭 這應該打勾 然後呢 以 於是難 書不再讀 而無家文為例 說明 敬信書不如無書 這是錯的 各位這句來自孟子 敬信書不如無書 他強調的是我們在讀書過程要有 懷疑的精神 所以你完全相信書上的內容 你不如不要讀 所以書上寫的內容你要去查證 你要懷疑他 你要去檢驗他 而不是書上寫什麼就背什麼 所以我們讀書要抱持懷疑的精神 跟我們這篇的主題無關 無關 直接打擦 然後呢 以項羽本記的內容情節為例 說明讀書要懂得選擇跟精讀 這沒錯嘛 你要挑出漂亮的篇章 再挑出精彩的段落 再詳細讀他 這沒錯 確實是選擇跟精讀 只是要打勾 好 那麼底下呢我們看一下甲儀兩篇文章 一樣有四個問題 這個甲文呢是黃凱元的陪蘇東坡一起吃檳榔 剛剛講到柳中元 柳中元有一次就調到 你看他調到永州柳州那邊 大約就是現在這個廣西一帶 然後那邊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很偏鄉的位子 然後而且他們原本不是那地方的人 去那邊會水土不服 尤其古代在中國這個西南這邊 都有一些所謂葬立之氣 來到這邊一下子適應不了 然後可能就病了發燒然後就掛掉了 那柳中元就是有一次 然後那邊發燒 發燒之後人家給他吃檳榔 咬一咬之後身體發熱出汗之後那病就好了 從此上癮 後來被調走之後還不斷寫信給當地的朋友說 再給我寄點檳榔過來 所以他已經吃到上癮了這樣 然後我們如果在台灣 檳榔很常見嘛 各位你回到你有沒有看到四桌心語 四桌心語裡面有提到檳榔 那都是有錢人在吃的 因為物以稀為貴 你看 那個長安不是很內陸嗎 那邊是沒有檳榔的 你要從這個西南邊這邊弄進去 那個都很貴 一顆有時候 就是很有價值 如果我們那時候去那邊賣檳榔 我們早就削海了 就長在不對的地方 那麼各位你看一下 這兩篇文字我們來讀一下 首先第一段賈文說 嶺南人認為 檳榔可以解藏力之氣 他就告訴一個結論 所以 這邊的人認為 吃檳榔可以消除藏力之氣 那蘇東坡呢 入境水俗 他來到嶺南 然後嶺南就每天吃兩種東西 一種叫荔枝 這個水果 荔枝 一種就是檳榔 他入境水俗 大嚼大膽 吃到流汗 而且臉紅像喝醉一樣 還寫下詩歌歌詠檳榔 他說檳榔能消藏力暖如燻 他可以消除這種藏力之氣 而且讓你身體溫暖 像喝醉一樣的感覺 它有保暖的作用 然後底下又舉的南宋的羅大經 賀林玉錄裡面講到 自己剛到嶺南的時候 對檳榔是拒絕的 禁械不敏就是拒絕不要的意思 因為 沒吃過嘛 所以拒絕這個東西 過了一段時間 稍微敢嘗試 讓 看附近的每天在吃 就稍微開始試著吃吃看 然後住了一年以後 不可一日無恥君 屌屌屌 上癮了 一天不吃都不行 所以住了一年後呢 開始入境水俗 就對檳榔上癮 每天都得吃 各位前兩段分別舉了 蘇東坡 分別舉了羅大經 各位 請問你們 他們兩個喜歡吃嗎 應該喜歡吧 應該喜歡 喜歡到寫詩歌歌頌他 喜歡到不能夠一天不吃他 那你們看第三個例子 南宋的周祛菲 寫了這一篇文章 叫領外代達 他寫到 有人嘲笑廣州人 路上行人口是羊 所以你們邊走路邊嚼檳榔 跟羊在吃草那動作一樣 所以 再來 因為他們用這個 檳榔加上葉子 在嘴巴裡面咀嚼 咀嚼一整天 就很像羊在吃草的樣子 他把這個吃檳榔的樣子 寫得非常的微妙 而且 每次遇到人的時候就是 黑齒豬唇 就吃著檳榔那個嘴巴紅紅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 再來 幾個人聚在一起 吃檳榔 就會 遍地 豬櫻 就開始吐檳榔渣 所以地上都是紅紅的 各位你們看完這個有沒有就很親切啊 很像我們在台灣會看到的樣子 很多人在路上吃檳榔 然後嘴巴打開都是紅色的 然後吐了一滴檳榔汁 台灣的街頭也隨處可見這樣的景象 齁 那這個 時可 厭 不 所以我們這一段文字其實 作者黃凱源本人 各位你們簡單的檢查一下 他有沒有表達個人的想法 有沒有 這一篇文章是黃凱源寫得陪蘇東坡一起吃檳榔 有沒有表現出黃凱源本人的想法 應該是沒有 他只是羅列了三筆歷史資料 蘇東坡喜歡吃檳榔 寫賀林欲入的羅大金喜歡吃檳榔 但是第三個南宋的周去妃 他討厭檳榔 所以把那些人吃檳榔的樣子跟吐檳榔渣的樣子 他講說非常厭惡 第三個人他討厭吃檳榔 所以你至少要看出這樣的一個架構 然後以段文字呢 是我們近代作家焦童所寫的 禁忌的親密關係 用這個來形容他吃檳榔的感覺 你知道吃檳榔不好 但是又會上癮 很像禁忌的親密關係 所以檳榔原產於馬來西亞 原本是這個馬來語 所以各位是個外來語沒問題 外來的 我們把這個外來語翻成檳榔這兩個字 從這個英文字母拼過來的 那台灣的檳榔品質佳 所以除了日常來吃也能來代客 所以台灣的檳榔很好吃 這是作者寫的 這個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說 領男人以檳榔代茶欲葬 所以他可以用來代替茶 然後可以抵抗葬立之氣 他的功能有四個 醒能死之醉 所以如果你 清醒 吃這個會有微醺的感覺 像喝酒 讓你會微醺 然後另外呢各位你看 醉能死之醒 他有醒酒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是喝醉的狀態 夾個檳榔有醒酒的功能 再來 三能 雞能死之寶 第四個 寶能死之雞 所以會讓你有那種保護的感覺 或者可以讓你有幫助消化的感覺 所以你們去抓住那四個 一約二約三約四約 他講到了檳榔的功效 我想各位在座的同學們都聽過 《本草綱目》這個書 他就記錄一些中國古代的中藥 檳榔其實也是一種藥材 他有以下四種功能 好 然後底下呢 在寫完了李時針的資料之後呢 開始就去談一個比較自然科學的問題 這個 檳榔果實含有多分類化合物 檳榔樹跟檳榔鹼 這都是科學知識了 這些東西會影響大腦 影響我們的膠感神經跟副膠感神經作用 提高警覺度 刺激腎上腺素分泌 所以才會有提成的效果 對不對 所以那些在工地做工的工人弟兄們都特別喜歡吃 吃這個來精神會比較好 然後世界衛生組織也證實 檳榔樹檳榔鹼具有潛在的致癌性 致癌性 然後我們加石灰會破壞口腔黏膜 然後讓這個 細胞增生變異 所以各位要注意一個問題 我常聽一些在吃檳榔的長輩跟我說 假設我們只吃檳榔 不加石灰 就沒問題了 他們認為會自來的就是那個紅灰白灰 他說如果不加那個灰只有咬檳榔那就是水果 確實我身邊有很多長輩都這麼說 所以不然你 不要膠那個膚子吃就沒事了 那就是水果而已 但是各位看這段很顯然這樣的觀念是錯的對不對 你們注意看喔 檳榔樹檳榔鹼就具有潛在的致癌性 然後你 加那個灰讓你口腔黏膜受損 再加上這些檳榔鹼檳榔樹的刺激更容易致癌 那所以光是咬檳榔就會致癌 因為裡面有檳榔鹼檳榔樹 它就有致癌的危險 不是只有那個石灰才致癌 所以這一點我想我們在出考題的時候一定會問到 再來各位 攪拾檳榔的經驗讓我覺得檳榔很容易成癮 戒除很困難 那作者表明 我不曉得它的成癮激轉 但是它迷惑人 急去危險 像是不正常的親密關係 像禁忌的遊戲 所以你會喜歡它 但是又知道它不好 但又控制不了 所以他就用這個去形容 很容易上癮的感覺 但是你會有最後的感 這個就是作者在吃檳榔 個人的直接的感受 好 那麼各位我們讀完了兩段文字來看一看 第一個 檳榔 可以幫助人體 疏通不洩氣 有意調節呼吸氣筒 對抗脹氣 各位你會打瓜打它 想一想 會打瓜打它 只有一句有問題 它可以疏通不洩氣 這是對的 可以對抗脹氣 也是對的 但是各位你們看 我們講到的功能 醒死之醉 醉死之醒 那機能保 保能機 這個都跟呼吸沒有關係 所以錯在調節呼吸系統這一句 不是檳榔的功能 主要不會幫助你呼吸吧 所以它跟呼吸系統是無關的 這個要打差 然後李時珍認同 朱惠安檳榔可以去談的功效 而且認為 嚼食檳榔有助於醒酒 這應該沒問題 你們看一下李時珍本草綱目那段就有 對不對 它有一個功能是 罪能使之醒 有沒有 罪能使之醒 而且你們看這段文字的本草綱目這段第3行 它要引用到 朱惠安所謂 檳榔搜得為去談這個詩句 代表要認同 所以這裡要打勾 再來 檳榔所添加的石灰是自癌的關鍵 剛才就知道是錯的 本身就會自癌 然後呢 世衛組織證實 檳榔檢會影響大腦 導致成癮問題 各位你們只要簡單檢索一下倒數第2段 世界衛生組織證實的事 它會自癌 而不是會成癮 對不對 那個文字對不上嘛 他把那個前後張官李戴了 所以仔細檢索就能夠看出答案 這種題目大抵如此 如果有時候呢 文章長一點 我們在上下檢索的時候呢 會耗掉比較多時間 好